这个月的8号河南省新密室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李金川在留下了一封七八夜长的遗书后自杀 李金川的父亲说呢遗书中大多是揭露学校和老师们的不正之风的内容 然而中共的官方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 却把这名高中生自杀的原因完全规则于学生孤僻的性格 河南省新密室实验中学是当地的重点高中 自杀死亡的高中生李金川在遗书中写道 我曾经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 班主任尚某虚伪势力外强中干 而毁了我一生的就是我的班主任 据看到遗书的几位亲属回忆 遗书中提到的几个重点 一是李金川高一时的班主任老师尚某贤贫爱富势力演 二是尚某在年级办公室看黄色录像 三是学生谈恋爱正教处老师把学生叫到正教处后打学生耳光 四是试验中学的好老师得不到重用 五是副校长陈某的北京现代轿车从何而来 河南商报记者实际采访报道说 李金川的家属在看了遗书后强烈要求复印 但遭到民警拒绝 而李金川的父亲表示 我问医生孩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医生说他们也不清楚 家属转述遗书部分内容 李金川写道 死要有勇气 但活着更难 我要用自己的死来唤起人们对教育以及失德的反思 网友感慨 什么样的遭遇让这个花季的男生失去了生的希望 长达七八页的遗书满满的写着对老师对学校的控诉 十九岁的李金川的死令人震惊 教书育人的老师成了间接的杀人犯 学校不正之风再次被人提起 也许需要反思的不光是当事者的学校和老师 李金川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来敲醒了教育的警钟 比较官方媒体的报道 中心网将高中生自杀规则与学生孤僻的性格 只字不提学校与老师的不正之风 同一天八号 在江苏昆山市举行的安博教育高端论坛上 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尾玉批评教育部把自己当回事 他失望的看到六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教育研究就是谈感想 就是写文章贯彻领导意图 署名罗斯章的作者在金楚网上也发表了高中生自杀在敲教育之警钟的文章 他说班主任是负责学生学习生活方方面面的导师 对一个人的成长可以说起关键性的作用 然而在很多地方水平高的老师总是享受不到什么好处 那些不以传道授业为主 却靠着和领导走得近的无耻之徒 反而光环四射硕果累累 新唐人记者周平周天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